这不是领域新章的练习生琴露吗 这个琴露也不看看自己的长相 他配得上伯明老公录几年嘛 练习生还是本费一年 好好练习嘛 这什么时候几个好好练习 就想着蹭别人热情 琴露滚出娱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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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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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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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吧你们 这是这是 这事啊 你这响您儿可以呀 多少钱啊 老子买下你 神经病 谁 送快递的 停录吧 你的快递 我去 乔乔 昨晚没睡好吧 没事 谢谢 我们之间 就只能这么客套吗 抱歉 对了 今年她 你有跟她联系过吗 我给她打过电话 但她没接 我晚点再试试吧 乔乔 你别想那么多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开心 这样你的孩子才会健康 知道吗 你要作为一个快乐的妈妈 谢谢你啊 如果 今年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我要出去一趟 你有想吃的吗 乔乔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的孩子 平平安安出世的 太好了 快走 开门 开门啊 开门啊 快开门 快开门 是我 有人在敲我的房门 快快开门 快开门快点 秦总不在 我是来找你的 我接到塞曼的电话 原来你是真的推荐了我 我是专门来感谢你的 你不用跟我道谢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孩子 她是我拼尽一切也要保护的人 你这么早就束缚了自己 放弃了事业 你不怕将来会后悔吗 每天陪着我的宝宝 看着她一点一滴的成长 我想这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我不后悔 你追求家庭 我追求事业 以后我们两个就分道扬镳了 希望我们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希望你成功 祝福你 谢谢 我也祝你幸福 陆先生 我查了监控 监控显示乔女士出了医院后 上了一辆轿车 轿车车主是秦一鸣 轿车去的地点是三木度假村 乔女士有可能在那里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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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嘛啊 什么东西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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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姐 这些都是新寄来的 都是给秦璐的 而且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臭啊 都好几波了的 不要留着 不要着 赶快拿去丢 赶快拿去丢 嗯 好的 找到陆总没 还没 警察说她稍早就离开了 我估计是去找乔姚姐了 但是她手机又关机了 我就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这消息散布得太快了 你呢 找到秦璐了没有 没有 她没来训练手机也没接 我打算直接去酒店找她吧 那我去找她吧 行吧 证明着你陪小夕去 我觉得秦璐那边一定很麻烦 现在陆总手机电话不通 我也准备发布会 公开澄清视频 行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好的 行 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 我们谈谈吧 我不想听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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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找哪儿了 没事 走吧 去客厅 喂 露露 爹 对不起 怎么了 你慢点说 死 不错 像这样 不对 露露肯定出事了 露露肯定出事了 我送你来 我给你 给你做了吧 我给你做了 可真难得 终于轮到我欺负你了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呀